第611章 吴王 不过 大哥哥还有大姐姐 你们也真的是不需要太过于担心什么的了 系统强大 却也并不意味着持有者就同样也能超级强大 就像是强大的武道神通一样 在强大的武道神通学习这等神通的人 资质不行 悟性不行 或者是施展手段不行 那也同样是很悲催的 另外 某些人成长得太快 心性什么的也不一定能够跟得上 遇上一些脑残家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以大哥哥你这等杀法果断的性格 脑残的家伙遇上你 也绝对是只有死路一条的 而且 赐秘奶刚才不是说了吗 系统的持有者和持有者之间 可是能够再灭杀了对方后 吞噬对方的系统一定程度上获得对方系统能力的 大哥哥 你现在的主线任务 其主要就是得杀10个除你之外的男性系统持有者 灭杀掉10个系统持有者 不说百分百的吸收成功对方系统的特性 但是好歹也肯定是能够系统一些的 且 说不准大哥哥你 人品不错 10个都吸收成功了呢 若是大哥哥 你吸收了10个系统的能力 那可是一下子就能变得很逆天的 就算不 SSS或者SSS 在能力上也肯定不会比他们差什么 而且还能网上进化 滑稽兔子不偶的声音再次传入萧毅和孟飞飞的耳中 其言语明显透着开导 呼 我知道 只是 你这冲击对我们而言可真的是不小来着 如此看来 我这会所遇见的一些对手 和未来有可能遇见的对手相比 那根本是一点可比性都没有 就算是现在即将对上已经拥有了一把上品盗器的南建皇 也都是真的不能和未来有可能遇上的那些系统持有者相比的 其两者之间的危险程度 完全可以说是天差之别 萧毅长出了一口气 一脸感慨的道 若是可以萧毅绝对是宁愿对上这个世界的一些本土强者 都是绝对不想和同样持有系统的人作战的 毕竟 神也不清楚持有系统的持有者 其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底牌 就像萧毅一样 表面上武道等级才超凡境界三重天 神幻等级也都没有达到武道境界层次 手中明面上也是连一件真正的盗器都没有 可 暗地里 萧毅却是有着如意金箍棒这等大杀器 且还有着寺庙里这个系统精灵 能够吸收他的仇恨经验 乃至能量 以及武器什么的发挥出璀璨遗迹 他是如此 孟非非也必然是如此 所以总而言之 系统持有者所具备的底牌太多 变数也太多 对上这样的人 绝对是远比之对付普通的强者 要危险得多 妈 这个倒是 滑稽兔子不偶嬉笑的开口 赐蜜奶 还是先激活我的系统精灵吧 让我们一起见证 我的系统精灵到底是什么 孟非非美眸一闪 然后对滑稽兔子不偶正色开口道 嗯 赐蜜奶对孟非非乖巧地点了一下头 紧跟着见他会动手中的滑稽兔子不偶 随着他的挥动 他手中的滑稽兔子不偶泛起耀眼光芒 蹦射出一道光线 向着孟非非的眉心蹦射了进去 然后 只见孟非非忽然被七彩光明给笼罩起来 天空中忽然出现了一把梦幻般的天蓝色宝石剑鞘 这剑鞘好似从什么无尽神秘时空迸射出来的一般 在他出现的沙间 就猛地的一下子向着孟非非的体内电射而入 接着 光芒再次闪烁 以孟非非为中心末地快速出现了一个魔法阵 紧跟着 就见一个扎着马尾 身穿一袭纯白骑士铠甲 两手持着一把无翘大剑 面容精致绝美 肤色白皙 身上散发着极强英气和王者之气的妹子 从魔法阵当中浮现了出来 啊 阿尔托利亚 白色的阿尔托利亚 Saber Lily 完美亚瑟王 几乎是在吴王从魔法阵当中走出的沙间 萧毅和孟非非都震住了 彼此的目光都死死地落在了魔法阵当中的吴王身上 Saber Lily 白色的Saber阿尔托利亚 完美亚瑟王 这可是传说中的完美亚瑟王啊 妈 出场真拉风来着 原来 大哥哥和大姐姐 更喜欢的是Saber 伦家真伤心来着 滑稽兔子不偶的声音 墨地响起 一副好似吃味了的样子 不过呢 实则他的脸上仍旧是嬉笑的表情 既然白色Saber出现了 那么 刚刚出现的那一把天蓝色香钻剑鞘 应该就是完美亚瑟王的剑鞘远离尘世的理想箱了 那个号称能让吴王获得永久的青春与不老不死的神器 而吴王手中的长剑 应该就是必胜的黄金之剑 也就是十中剑 而不是契约胜利之剑 消逸目光炙热地落在了白色阿尔托利亚的身上 心神这回那是有着不小的震撼来着 震撼的同时 忍不住将视线给向着孟飞飞看了过去 只见这会的孟飞飞身上仍旧的光芒闪烁 仔细看去 这会的孟飞飞身上 随着远离尘世的理想箱进入体内 正明显地发生了某些变化 赐蜜奶 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怎么飞飞的系统精灵激活了后 会出现完美亚瑟王 消逸震撼了下后 紧跟着对四密奶好奇地问道 妈 很简单啊 因为大哥哥你和大姐姐的心目中 都喜欢完美亚瑟王 所以 随着伦家施展手段激活大姐姐的系统精灵 她的系统精灵 自然也就这边演变了 伦家不是说过吗 系统精灵的变化 是跟持有者心中的最深处想法是有着关系的 滑稽兔子不偶嬉笑地开口 原来是这样啊 萧毅叹了一下 接着下意识地向着前方的吴王走了过去 这可是吴王来着呢 而且 还是完美版本的吴王 那个没有败继的吴王 而不是最终兵败的吴王 虽然两个吴王 萧毅其实都喜欢 但是呢 眼前这个吴王却绝对是最为完美的吴王 第612章十二元桌骑士 吴王的出现是真的让萧毅和孟非非都惊讶到了 当吴王出现了后 两人都是连孟非非激活了系统后 所谓的主线任务到底是什么 多来不及去多注意什么 彼此就将注意力都给落在了吴王的身上 和吴王交流了起来 交流了一会后 才在吴王的提醒下 查探起来了主线任务 和滑稽兔子不偶先前所说的情况一样 孟非非发现自己的主线任务 果然是跟成为女王相关 其主线任务明确地让她成为 三千大世界的最强女王 且 收服十二个同样有着系统的妹子 当时二元桌骑士 好吧 看到这样的任务后 孟非非那是惊了一下 与此同时 萧毅的眼神变得有些古怪了起来 她的任务是 灭杀十个除她以外的男性系统持有者 而孟非非的任务却是 不但要成为世界最强女王 且还要收服十二个同样拥有系统的妹子 当十二元桌骑士 两者之间的任务一相比 萧毅明显地发现 貌似孟非非任务要难一些 想要灭杀一个人容易 但想要对方臣服 这绝对是比灭杀对方都还要难的 特别还是对方同样拥有系统 这就更加的不容易了 那个 吴王 可否告诉我 现在的你都有着什么样的能力吗 当萧毅和孟非非都知道了孟非非的主线任务了后 萧毅忽然好奇地对阿尔托利亚问道 叫我阿尔托利亚就可以了 阿尔托利亚谦逊地对萧毅道 呵呵 我还是习惯叫你吴王 就让我叫你吴王吧 真的是都习惯了 萧毅笑道 好的 那重回刚才的话题 吴王 你如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能力 我和四命乃缅下的能力是一样的 缅下 是的 这到底是尊称 还是其他什么意思 萧毅眼中精芒一闪 妈 大哥哥觉得呢 滑稽兔子不偶忽然插口说道 高贵神奇 我觉得 是这个意思 萧毅道 嘻嘻 滑稽兔子不偶眨巴着眼睛 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萧毅见状摇了一下自己的头 紧跟着就带再次开口 询问阿尔托利亚他的具体能力 不过 这一次还不带萧毅继续询问 就见滑稽兔子不偶再次开口道 大哥哥 你还是不要继续询问阿尔托利亚的能力了 你这样个很让他为难的 毕竟 虽然你和大姐姐的关系不错 但是呢 阿尔托利亚如今毕竟是大姐姐的系统精灵 在系统的设定当中 系统精灵都是必然得为持有者保密的 以阿尔托利亚的歧视信条 你还是不要继续问的好 他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接下来的相处当中 大哥哥你自然不也就知道了 滑稽梯子不偶嬉笑的开口 对不起 是我唐突了 萧毅听的这话 抱歉对斯密乃 还有阿尔托利亚一笑 他其实也明白这个的 之所以忽略了这个 纯粹是因为对阿尔托利亚现在的情况 真的是太过于好奇的缘故 毕竟 这可是完美亚瑟王 且还成为了系统精灵 成为了系统精灵的完美亚瑟王 其可是又比之 萧毅所知道的完美亚瑟王 有了一定不同 其所具备的能力 肯定是更为厉害 所以萧毅才会忍不住 那般对阿尔托利亚的询问 所以才会一下子忽略了 不该贸然询问的情况 没关系的 阿尔托利亚温柔地笑道 既然没关系 那么 大哥哥 你看时间貌似也耽搁不少时间了呢 你们是不是该好好准备一下了 若是我们再不主动出击 去找那男健黄 对方应该就快主动的来找上我们了 我看啊 与其等他来找我们 还是我们等他伤势还没有完全修复的时候 找上他 尽快地将他给灭杀掉 免得夜长梦多 滑稽兔子不偶开口道 那还等什么呢 走吧 我们现在就去找男健黄 消逸眸光移动 然后笑着开口 说着 就带着救孟飞飞等人 按照滑稽兔子不偶的指点 向着男健黄所在的山峰前行了过去 当他们离开了所处山峰的时候 他们离开的山峰仍旧是保持着冰霜世界模式 虽然先前四密奶寒气爆发了后 紧跟着就收了起来 但被他变成了冰霜世界的山峰 却是并没有随着他收起寒气 而恢复什么 所以 等他们离开了后 这里仍旧是冰霜世界 山峰当中 充满了各种的冰雕 看起来很是独特 美丽 男健黄所在的位置 离霄义等人所处的山峰有着不少距离 且这恶神宗本来就屏蔽了舞者的神念感知 所以 哪怕相隔得很近的山峰 舞者彼此想要知道对方山峰的情况也很难 再加上这里的山峰 虽然看似已经都不在什么巅峰状态 但是呢 山峰上却同样具备着禁制手段 这样的情况 顿时就更加的限制了舞者的神念感知 自然也就更加的让人不知道旁边山峰的情况 如此 原本蕭义等人正常情况下 想要锁定男健黄必然是得费上不少手段才行 但是现在 在滑稽兔子不偶的指点下 蕭义等人来到男健黄所在的山峰却是没花什么功夫 从这里就明显的可以漫出 四密乃所掌控的大名运之术和大预言之术真的是很不错 然 蕭义和孟非非确定要去男健黄所在的山峰后 他们的赶路速度虽然很快 但 但但他们来到了男健黄所在山峰的时候 却还是发现 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男健黄全然不像是四密乃先前所展现出来的光幕里面的那等情况 盘膝坐在地上疗伤 如今的男健黄不仅没有盘膝坐在地上疗伤不说 反而还在和人战斗着 不 更准确的说应该是屠杀 是的 屠杀 只见有三个舞者正在围攻着男健黄 呃 不对 是被男健黄给回挥动手中的上品圣器 给打得节节败退 身上布满了大量的伤口 血液疯狂喷涌 看起来非常非常狼狈 哈哈哈哈 男健黄一边轻松地虐着三个舞者 一边猖狂地哈哈大笑 笑得那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第613章赶紧上来送死 这三个被男健黄给攻击的人 肖逸先前都明显的有看到 他们和男健黄一样都是太阳宫的弟子 也就是说 这三人按理说应该是男健黄的人 就算不是男健黄的手下 也是对男健黄有着一定服从的人 另外 这三个舞者的实力同样或男健黄一样 都有着半步悟到境界的层次 虽然真实战斗力比之男健黄那是大大的不如 可以他们的情况在太阳宫真传弟子当中 也必然是排名不错的 以他们的情况 基本上应该是没有可能发生什么冲突才对 可现在 展现在肖逸眼前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杀戮 这样的战斗 以肖逸的眼力 他清楚地看出 这绝对不是在做些什么 因为 随着他们的到来 眨眼 就有一个半步悟到境界的太阳宫弟子 被男健黄给一剑腰斩了身体 在此人被腰斩了的时候 只见男健黄手中的宝剑 爆发出一股妖异的黑光 将那被男健黄给腰斩了的武者尸体 给一下子吞入了刀身当中 随着尸体被男健黄手中的上品盛气吞噬 只见这上品盛气顿时散发出无比可怕的凶艳 恍如一个饿了很久的魔头 忽然再次饮血了一般 让他痛快淋漓 让他仰天咆哮 向着朱天宣告他胡汉三又出事了 有了一个半步悟到境界的武者 被男健黄给灭杀 很快 另外两个半步悟到境界的武者 也同样是没能躲过被灭杀的命运 相继死在了男健黄的手中 哎 可惜了 肖逸看着眼前这一幕嘴角泛起一抹微笑 神情略微有些感慨啊 半步悟到境界强者 虽然以肖逸现在的战斗力 他战斗力全开之下 一般的半步悟到境界强者 也根本不被他给看在眼里了 但是呢 眼前这三个半步悟到境界武者 可都是太阳宫的真传弟子 而且都必然是那种 有着不错排位的真传弟子 以他们这样的情况 在太阳宫当中 身份地位什么的可都是很不错的 在东周行走 一般的势力和强者 也都不敢多招惹他们 而现在呢 这三个身份地位都很是不错的舞者 却是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 死在了他们的领队 南建皇的手中 这实在是很难让人不唏嘘啊 唏嘘的同时 萧毅也有着一定好奇 这三个家伙怎么就那么倒霉来着呢 刚刚萧毅和孟非非观看 四密乃所弄出的光幕的时候 南建皇可都只是一个人 盘膝坐在眼前这大便疗伤 而这才过了多久啊 这三人就来到了这里 且还和南建皇战斗在了一起 另外 你说是一个半步悟道境界的强者 和南建皇战斗在一起 也就算了 而现在呢 偏偏是三个半步悟道境界的舞者 和南建皇战斗在一起 且同时被南建皇给灭杀 这样的结果 不论怎么看都显得很悲催 另外 在显得悲催的同时 萧毅心中也不无恶意地想到 若是他们这一次不来灭杀南建皇 而是任由南建皇离开恶神宗 乃至神患领域了后 这南建皇出去了后 要怎么交差 像眼前这三个半步悟道境界的舞者 对于每一个门派而言 都绝对是很看重的了 就算他们的战斗力比不上南建皇这样的传奇弟子 可因为被看重的缘故 身上也必然也是有着太阳宫强者烙印 下一些保护印记 或者手段什么的 一旦南建皇走出太阳宫 怕是就会被太阳宫的高层知道 是南建皇灭杀了这些太阳宫真传弟子 当然了 如果南建皇若是掌握了一些超强手段 倒也不是不可以无视这样的事情 就比如说 萧毅和孟非非一样 如今的他们 随着彼此对地上72遍和天罡36遍的掌握 就算他们灭杀了一些身份不错的人 也很难找到他们的头上 因为他们都拥有者改变灵魂气息的能力 让人根本发现不良 真正动手的人到底是谁 三个半步误导境界舞者 一一死在南建皇的手中 当这三个半步误导境界舞者 都死在了南建皇的手中了后 他们的肉身也都统统 被南建皇手中妖艺的上品盛器给吸收 随着一切都吸收了后 南建皇猖狂地大笑了一阵 接着忽然将视线看向了 萧毅等人所在的地方 东方圣天既然来了 就赶紧上来送死吧 南建皇阴冷地看着萧毅道 之所以南建皇会发现萧毅和孟非非 那是因为 他们来到了这里后 压根就没有隐藏什么 自然也就被南建皇给发现了 哟 你还知道我是谁来着呢 看来你这入魔了 也入得不够完美啊 萧毅微笑地对南建皇说道 你可真的是太嚣张了 我南建皇闯荡东周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你这等嚣张的小辈 你接连好几次挑衅我 本来早就应该死在我的手中 不过 先前却是接连让你活了下来 而这一次不论你再怎么嚣张 都必然是要死在我南建皇的手中 因为我南建皇是无敌的存在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根本就不是你这样的小辈 你这样的蝼蚁可以挑衅的 南建皇眼神冰冷地看着萧毅道 话语落下的时候 身上透着无穷的自信 气势高高在上 恍如天神俯视凡人 我萧张 这都是哪个哪 要比萧张 我东方圣天 现在可是全然比不上 你南建皇呢 你说你都入魔了 都还如此自恋 这也未免太搞笑了点吧 萧毅微笑地看着南建皇 哼 不想和多废话什么了 既然你主动来找我了 那么 也就用不着本座再去找你什么了 放心 本座不会马上杀了你 而是会废掉你的修为 削去你的四肢 然后禁锢你的神魂 挡着你的面 完 弄你身边这个美人儿 我会让你眼睁睁地看着我是什么完 弄你的女人的 南建皇冷哼一声 接着萧张地对萧毅道 说完 身形移动 猛地一下子挥动手中上品盛气 宝刀 向着萧毅一跃而起 然后居高临下地向着萧毅当头披斩而下 第614章手段 萧毅听了南建皇的话眼睛一眯 然后身形猛地一下子变大起来 法天相帝 在这一刻被萧毅给催动到了极致 且在法天相帝施展而出的时候 死亡之剑出现在萧毅的手中 大死亡神通 这一刻同样是催动了出来 汇聚死亡意志 喷发出超强死亡之气 收割生命 寂灭灵魂 杀 萧毅狠狠展出一剑和南建皇的攻击撞击在了一起 随着攻击撞击在一起 只见在这等撞击当中 只见萧毅所展出的攻击 在攻击相撞的沙间 竟是寸寸崩灭 被南建皇的攻击给全然摧毁 不堪一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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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算是拥有大死亡神通 就算是拥有法天相帝神通 你也注定不是我南建皇的对手 我南建皇是无敌的存在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我让你死 你就必须得死 我要玩你的女人 你的女人 就必须得给我玩 南建皇哈哈大笑 笑得那是非常非常的嚣张 非常非常的冷酷 话语落下的时候 她的攻击继续向着萧毅攻击而至 魔气滔天 威压惊人 恍如太古魔头将士 让天地都要被这魔艳给摧毁 这一件 和上一次与萧毅交手的南建皇 所击杀出来的攻击 那是全然不能同日而语 南建皇这一件的威力 非常非常的可怕 比只普通的悟道境界强者的攻击都还要可怕 其攻击摧毁了萧毅的攻击后 其继续攻击上来的速度非常快 三千世界 大护体神通 萧毅眉头皱起 在剑的南建皇攻击继续迎杀上来的电光火时间 将所谓护体神通快速施展而出 身体周边凝聚出三千世界 且大护体神通也凝聚出了一道能量屏障护住全身 恍如那魔法师 忽然开了魔法盾一般 光芒闪烁 如天神将士 轰隆 下一秒 萧毅的身体与南建皇所斩出的攻击撞击在一起 接着 只见那凝聚出的三千世界 猛的一阵 然后快速崩灭 接着他体表所弄出的大护体神通所凝聚的能量屏障 也出现军裂 然后同样被打爆 扑 鲜血从萧毅的口中喷出 萧毅的身体倒飞了出去 重重撞击在了大殿不远处的墙壁上 然后狠狠掉落在了地上 这恶神宗的建筑实在是有够坚硬的 若是换作其他地方的普通建筑 萧毅这般倒飞 绝对是一下子就完全摧毁了像眼前这等残破的大殿 而现在萧毅撞击在了看似残破的大殿墙壁上后 竟是连让大殿晃动一下都没能做到 我说要消掉你的四肢 就必然是要消掉你的四肢 我说是要玩你的女人 就必然是要玩你的女人 像你这等不堪一击的垃圾 根本就不懂我南建皇到底已经强大到了何等境界 我是至高无上的 是真真正正的至高无上 南建皇意见轰飞了萧毅后 冷笑地对萧毅开口 看着那跌落在了地上 血肉模糊的萧毅 南建皇很是开心 一边话语落下 一边向着萧毅大踏步走了过去 全然不理会一旁眉头皱起 面上流露出不悦神色的梦飞飞 本来还想要和你多玩一玩的 既然你接连找死 那么看来我也只好快速成全你了 随着南建皇这样 只见那血肉模糊了的萧毅 忽然从地上站立了起来 在他站立的时候 他那看着南建皇的眼神 变得无比冰冷了起来 玩弄他萧毅的女人 实在是真的是不知死活来着 下一秒 只见血肉模糊的萧毅 调动体内生机 将自己的伤势给眨眼修复 嗯 南建皇末的一愣 虽然他现在已经入魔 和真正的他的性格 有了极大的变化 但这却并不意味着 南建皇的智商全无了 萧毅这忽然恢复了伤势的手段 让南建皇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他很清楚自己刚刚一击 所能发挥出来的攻击有多强 那样的攻击 就算是因为他不想一下子 灭杀掉萧毅的缘故 留了一下手 但明明也都给萧毅带去了非常恐怖的伤势 他很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但就这么重的伤势 按理说筋脉尽短 血肉模糊了的萧毅 怎么下一秒就一下子恢复了呢 在南建皇的疑惑当中 萧毅的左手忽然拿出了一件武器 这是一杆长枪 一杆萧毅前不久在恶神宗所收获的那杆能够画腰的长枪 这武器虽然仅仅仅只是下品圣器 但它的真实价值 以及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却是比之一般的中品圣器都还要厉害 四密乃给我消化了我手中这一杆长枪 然后与我合体 萧毅对四密乃下令道 好的 大哥哥 滑稽兔子不偶的声音传入萧毅的耳中 随着声音传入 紧跟着就见萧毅手中的下品圣器 一下子泛起耀眼光芒 猛的一下子从手中消失 全然进入了四密乃的体内 然后四密乃的身形一盏 电射进入了萧毅的体内 轰 几乎是在四密乃电射进入萧毅身体的沙间 恐怖的气势威压就从萧毅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让向着萧毅大踏步前行的南建皇 瞳孔猛的一缩 心中一下子升起补好感 手中上品倒气 紧紧握住 恐怖的魔气疯狂翻滚 全然是如临大敌的看着萧毅 你 你这是什么手段 南建皇精具的看着萧毅 哪怕是这会处于了入魔状态 南建皇也都仍旧清楚的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在这强烈的死亡威胁之下 不敢再继续嚣张什么 而是无比无比凝重的看着萧毅 对萧毅沉声问道 话语落下的时候 紧跟着 只见南建皇 竟是压根就不等萧毅回答什么 就猛的一下子化为流光 向着大殿的外面殿射了出去 球所展现出来的脚底抹油能力非常强 强到 让萧毅和孟飞飞都是忍不住位置一愣 你跑得掉吗 给我留下吧 死亡之剑给我斩 萧毅只是略微愣了一下 紧跟着手中攻击就挥动了出去 卷起恐怖的剑芒 蹦射出远超先前的死亡之气 汇聚出密密麻麻的死亡巨剑 封锁南建皇的去路 将南建皇给包裹了起来 第615章真的死掉了 眼见自己被这些剑芒给包裹 南建皇的面色顿时大变了起来 变得非常非常的难看 非常非常的凝重 在那些攻击包裹上来的杀尖 战力全开 大杀戮剑术 南建皇催动自己所会的大神通 手中上品倒气爆发出恐怖的能量 产生无比惊人的攻击 组成恐怖的剑王 向着萧毅所击杀而出的攻击撞击在了一起 轰轰轰轰 在一连串的爆响声之下 只见萧毅的攻击都被南建皇的攻击给轰灭 哈哈哈 绣花枕头 原来你的攻击都只是绣花枕头 虽然 你这会所展现出来的攻击力 已然达到了一般误导境界的层次 但却仍旧是根本杀不了我 根本就奈何不了我 我刚刚所感知到的危险 根本就是错觉南建皇眼见自己所击杀出去的攻击 将萧毅的攻击给轰灭 他的脸上一下子浮现出了狂喜 然后又一次嚣张地对萧毅大笑了起来 笑得真的是非常开心 非常激动 话语落下了后 脸上浮现出了猙獰的表情 就带向着萧毅杀上去 然而还不带南建皇向着萧毅杀上去 紧跟着 南建皇的瞳孔就是一缩 脸上浮现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紧跟着 呼 一口鲜血从南建皇的口中喷出 他的身体猛地打起了狼腔 其眼睛死死地盯着萧毅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我明明击溃了我攻击 我明明击溃了你的攻击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灵魂攻击 你的攻击当中 竟然还包含着灵魂攻击 竟然还包含着灵魂攻击 南建皇难以置信地立身喝道 其面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随着他的话语 他不停地有从口中喷出鲜血 更是在鲜血喷出的时候 他的身体内部有了爆炸的响声出现 接着南建皇瞳孔剧烈一缩 手中上品道器重重向着地上一插 然后就此生机全无 呃 这家伙是真的死掉了 萧毅看的眼前这等情况 忍不住对从自己体内脱离了出来的四密 乃传音问道 嗯 真的死掉了 滑稽兔子不呕嘻笑地开口 刚刚那下品圣器竟真的有这样的威力 这还真是不可思议来着呢 萧毅感慨 大哥哥 你这是不相信伦家吗 若是那下品圣器长枪不错 伦家在大哥哥和大姐姐发现了那等长枪的时候 又岂会让你们赶紧将那长枪抓捕 滑稽兔子不呕嘻笑道 原来 在萧毅和孟飞飞一起找到了萧毅刚刚让四密乃所消化的那一杆长枪的时候 四密乃就催促了萧毅将那长枪给的到手 虽然 当时的四密乃就已经给萧毅说了 那长枪看似只有下品圣器层次 但是一旦给四密乃吸收了后 其所能产生的璀璨遗迹 会非常的惊人 灭杀悟到境界的强者灵魂都不是一个什么事情 但 这会当萧毅真的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后 还是被惊到了 他惊讶得到不仅仅只是四密乃所展现出出来的攻击 真的灭杀了南剑皇 而是先前和四密乃合体 施展出璀璨遗迹的时候 萧毅从自己的攻击当中 压根就没有感知到什么极强的灵魂杀伤 也就是说 先前所展现出的那一击 其收割悟到境界灵魂的攻击 竟然隐藏了起来 不但是南剑皇没能感知到 萧毅这个施展者也是同样没有感知到 也正是因为这样 南剑皇在生机全消的那一刻 才会睁大了眼睛 才会那般的难以置信 毕竟 他都没有感知到能够真正威胁到他生命的灵魂攻击 而他自己最终却是死在了灵魂攻击当中 这又怎么能不让南剑皇震惊 又怎么能不让南剑皇死不瞑目 不是不相信 而是这一次和你合体后 所展现出来的璀璨一击 施展太过于特殊了点 萧毅对四密乃说道 妈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伦家本来就是很厉害 很厉害的 才不会比大哥哥你所喜欢的吴王差什么来着呢 而且不但不差不说 反而更强又 滑稽兔子不偶道 是 是 是 我知道你很强 萧毅听得此话 苦笑道 说完 也不再继续和四密乃聊天什么 而是向着南剑皇走了过去 然后来到了南剑皇的身边 接着伸出手 向着南剑皇插在地上的武器抓了上去 大哥哥 小心 滑稽兔子不偶 莫地对萧毅提醒道 几乎是滑稽兔子不偶 对萧毅提醒的杀奸 就见那插在了地砖的上品盗器 就猛地化为了一个黑衣女子 向着萧毅轰杀了过来 这是一个黑肠直妹直 她有着一张瓜子脸蛋 面容精致 透着冰冷 好似一点生气都没有 在她向着萧毅攻击上来的时候 手中出现了一把堂刀模样的无翘刀剑 其刀剑上面寒光闪烁 有着黑气涌动 给人一种无比危险 无比恐怖 无比可怕的感觉 这是 眼前这样的情况 让萧毅的眉头略微一皱 明显是有了一定惊讶 化妖啊 当然是化妖了 大哥哥 你可真的要小心来着呢 虽然没有了南剑黄的玉石 眼前这化妖了的上品盗器 攻击力看似比先前弱了一些 实则 她的战斗力 这会那是非常恐怖的 比之先前在南剑黄手中的时候 所具备的杀伤力都还要强大 因为她的自主攻击 比被人适用都还要强 滑稽兔子不偶对萧毅说道 大杀戮剑术 大剧毒剑术 黑长直妹子 一向萧毅袭杀上来 手中竟就接连施展出了两种大神通 其神通施展而出的手 所对萧毅产生的威胁 比之先前在南剑黄手中的时候 真心是和滑稽兔子不偶所说的一样 强了不少 让人一瞬间 心神发寒 面容变得无比凝重 枪 就当萧毅准备接住这一击的时候 忽然金戈交击的声音提前响起 随着声音响起 只见阿尔托利亚竟是忽然挡在萧毅的面前 将黑长直妹子的攻击给抵挡住了 第616章不一样 阿尔托利亚这忽然的行为 让萧毅明显一愣 说真的 在此等战斗当中 他可是全然就不曾想过 阿尔托利亚会插手是什么 且 其实也不认为阿尔托利亚 拥有这等战斗的能力 毕竟 就像斯密乃一样 虽然真实战斗力应该很强 可也碍于系统规定 也不会随意擦手萧毅的战斗 在萧毅的印象当中 貌似也只有自己在天河洲的时候 系统才出手过一次 后来 貌似都没有再主动过了 随着阿尔托利亚挡住了 黑长直妹子的攻击 紧跟着就见黑长直妹子的身形 在对抗当中 一下子倒飞了出去 当他倒飞出去的时候 脸上明显有了不解 困惑 因为黑长直妹子全然没有看到 自己到底是怎么倒飞的 他根本就没能看到阿尔托利亚 和斯密乃一样 阿尔托利亚也同样有着 屏蔽他人感知的能力 只要他不想让别人发现 其他人同样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现他的 不过黑长直的困惑 仅仅只是维持了一下 紧跟着就明白自己是怎么倒飞的了 之所以这样 那是因为阿尔托利亚 末地解除了对黑长直妹子的感知屏蔽 一下子出现在了黑长直妹子的视线当中 杀 随着阿尔托利亚出现在了黑长直妹子的视线当中 黑长直妹子眸光一冷 紧跟着没有丝毫的迟疑 就再次向着肖逸等人奔袭了上来 手中刀剑带起一股强劲风暴 狠狠向着阿尔托利亚斩杀而至 攻击击杀出来的时候 煞气滔天 独速涌动 让人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斩 眼见黑长直妹子的攻击 阿尔托利亚手中必胜的黄金之剑顿时化为匹炼 展现出无尽王道之气 堂堂正正 一勇无前 如帝王出征 凝聚无上黄道领域和黑长直妹子的攻击撞击在一起 枪枪枪枪枪枪枪 眨眼间 阿尔托利亚就和黑长直妹子交手数百招 在此等攻击交战之下 剑气疯狂涌动 看似好像势均力敌 不过 很快 黑长直妹子就流露出败相 手中刀剑在又一次和阿尔托利亚的交手当中 被阿尔托利亚给一下子挑飞 紧跟着手中必胜的黄金之剑化为匹炼 刷得一下子的抵在了黑长直妹子的脖梗处 明显是一副 只要略微用力 就能刺穿黑长直妹子的喉咙 将其脑袋都给切割下来的架势 在阿尔托利亚这般的时候 黑长直妹子的身体僵立了起来 一双冷冰冰的美眸 在看向阿尔托利亚的时候 变得无比的凝重 这一刻黑长直妹子并没有再继续动手 虽然对于大多数圣尊境界以上的武者而言 只要神魂不死 就不算是真正的死亡 但这会的黑长直妹子被阿尔托利亚手中必胜的黄金之剑 抵在了脖梗处后 却是明显地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哪怕黑长直妹子只是兵器所化 也都同样是清楚地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不愧是吴王来着 真给力啊 萧逸见了眼前这等场面 一脸感慨地说道 那难道伦家就不给力了吗 大哥哥 你这样可是很让伦家吃醋来着呢 滑稽兔子不偶 莫的悠悠对萧逸说道 你也同样挺给力的 不过好像吴王这等手段更为不错的点 萧逸道 才不是呢 大哥哥你这是信息研究吗 似密奶会生气哟 似密奶也同样会伤心的哟 滑稽兔子不再次悠悠地说道 哈 怎么会呢 我只是心有所感 嗯 心有所感 萧逸道 心有所感 这不还是嫌弃伦家吗 伦家真的很可怜来着呢 明明是元老级的美少女 结果 却是一下子被新人给比下去了 一下子就失去了宠爱 不再受大哥哥宠幸 伤心啊 伦家真的是伤心啊 滑稽兔子不偶 一副好像要哭了的样子 对萧逸说道 萧逸 萧逸 你准备怎么处置她呢 孟非非忽然对萧逸开口问道 呃 这是吴王制服的 当然是由吴王以及菲菲你做决定了 萧逸愣了一下 然后笑着道 真的是由我们做决定吗 孟非非笑吟吟的道 当然了 萧逸毫不迟疑的道 不要言不由衷哦 毕竟这可是一个黑长直妹子来着呢 虽然 嗯 是兵器所化 但却也真心是一个很不错的美女来着 你难道就不心动 就不想收入后宫吗 孟非非扑闪着美眸 一脸微笑的看着萧逸 一副好像是为萧逸着想的样子 一副好像是在劝说萧逸的样子 能不能不要诱 或我啊 我这个人自制力其实很低的 萧逸微笑的看着孟非非 这不是给你机会吗 哪里是在诱 或你呢 孟非非笑道 那我却知不公的收下了 萧逸眸光一动 然后笑着道 好啊 孟非非娇声应道 仍旧一副好像根本不在意的样子 算了吧 我要是真的那样了 不知道某人会对我做什么 萧逸瞥了孟非非一眼 然后无语的耸了耸肩 哥哥哥 怎么会呢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孟非非娇笑道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萧逸不置可否的道 怎么就不能相信呢 我是真心的呀 孟非非道 切 我们还是不要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了 你看 人家妹子都生气了 萧逸摊了摊手 然后对孟非非撸了撸嘴道 随着萧逸这样 孟非非顿时将视线向着一旁的黑长直妹子看了过去 只见这会的黑长直妹子 面色非常的难看 面若冰霜 眼中泛着极强的杀意 你好像和我们前不久所遇见的那些画形的金怪有所不同 萧逸莫地对黑长直妹妹子开口道 哼 回答萧逸的是一道冰冷的哼声 看来还是真的不一样 虽然前不久所遇见的那些金怪当中 也有不少和你一样能画形成人 但是他们普遍都只知道杀戮 而不是像你这般有着不小的智商 萧逸笑道 第617章页 并不是只有你们人类才有着智商 你们这些可恶的外来者 休想让我臣服什么 要杀边杀 别给我废话什么 随着萧逸的话语 黑长直妹子冷冷地看着萧逸冰冷地说道 哈 我可没有那么说过 至于让你臣服吗 嗯 这个我们现在还真的是有着一定念头的 毕竟呢 你可是一件上品盗器所化的金怪 不论怎么看都能算是很珍贵的了 若是就这么将你给灭杀实在是可惜 虽然 其实灭杀了你后 我们能更好地控制你恢复原型的兵器 但是呢 正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们可都是好人 所以 你若是聪明的话 还是臣服吧 放心 让你臣服 也不会多让你委屈什么 别说是你这样的上品盗器了 比之你原型更好的兵器 我们都是拥有的 萧逸打了一个哈哈 然后笑吟吟地看着黑长直妹子说道 休想 黑长直妹子冷声道 喂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看你刚刚的样子 那南剑皇可就让你认主了 连南剑皇那等伪君子 你都能认主 为什么就不能认主我们呢 萧逸一副气愤模样地对黑长直妹子说道 你懂什么 谁说我认主那人了 我只是利用他 我根本就没有真正地认他为主 他仅仅只是给我带来力量的傀儡罢了 黑长直妹子冷声道 哦 原来是傀儡啊 我说 你既然化形后 有着这等战斗力 为什么刚刚或南剑皇一起出手的时候 其所展现的战斗力 虽然增幅了不少 但却也仍旧是有限 并没有真正地达到让人超级惊艳的地步 萧逸恍然大悟 脸上挂起开心的笑容 你这是在套我的话 可恶的人类 你们这些人类一如既往地让人讨厌 仇恨 黑长直妹子道 你这可是冤枉了我吧 我刚才有套你的话吗 明明就是你自己主动告诉我的 我可是一点都没有问你什么 萧逸一副被冤枉了的样子道 该死 黑长直妹子 面色变黑了起来 一双美眸死死地盯着萧逸 本就难看的面色跟更美的难看 有了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这会的黑长直妹子 明显的有了一种 自己被眼前这该死的人类 给戏弄了的感觉 这样的情况 让他很不喜欢 让他很是愤怒 让他情不自禁地 又想到了以前的一件 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一件让他哪怕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 都仍旧不能忘怀的事情 黑长直妹子 明艳 他和恶神宗其他那些 化形的不少精怪不同 他在上古时期 在恶神宗没有毁灭的时候 就已经具备了化形的本事 且 像他这种化形 也并不是精怪化形 而是剑灵化身 是的 剑灵化身 虽然对于大多数道气而言 都不可能催生出剑灵 想要催生出剑灵 都必然是得达到了一种 非常强大的层次才行 不过呢 除了这种情况外 还有一种 也可以化形出剑灵 那就是机遇 若是兵器获得机遇 受到兵器的持有者培养 神魂孕育 灌溉 滋养 同样也是能化出剑灵的 一个拥有剑灵的兵器 绝对是比之没有剑灵的兵器 所能发挥出来的战斗力 要高得多 他当初就是因为 太过于相信人类 从而才被那人 给镇压在了恶神宗 让他一困 就是属世数千万年 如果不是他天生与众不同 这么漫长的时间 哪怕他是剑灵 也都必然被时间锁食 而崩灭了 然 就算是如此 现在的他 离巅峰状态 也相差很远很远 当年的他 想要对付眼前的这两个小辈 根本就不需要费力什么 当年的他 也就同样更不需要和先前的那件火 虚以为蛇 让其帮自己斩杀了三个半步误导境界的舞者 从而吸收了他们的血肉 才恢复一定力量 是的 才恢复一定力量 其实在南剑黄没有死亡的时候 在南剑黄没有将那三个半步误导境界的舞者杀了的时候 燕的力量根本就不如现在这般 所以 当时南剑黄御使燕的原型兵器 所展现出来的攻击力 才没有达到超级令人感到惊艳的地步 那不仅仅是因为燕没有配合的缘故 同样是因为燕当时才刚刚清醒 本身力量就没有多强的缘故 其实 就算你不告诉那些事情 我也是知道你的情况的 你叫燕 我说的没错吧 萧依微笑地看着燕说道 黑长直媚直的瞳孔猛的一缩 一副明显被惊到了的样子 另外 我不仅仅知道你叫燕 同时也知道 你之所以会仇恨人类是因为 你曾经被恶神宗的一个弟子给坑过 让我想想那个弟子叫做什么 哦 对了 叫做忽悠人 好吧 人家这名字本来就叫做忽悠人 都取得这么明显了 你竟然还被他给忽悠了 从而被镇压在了恶神宗 实在是令人有够感到好笑的呢 萧依微笑地对黑长直媚直道 闭嘴 黑长直媚直的俏脸猛地一下子涨红了起来 很是有着几分恼羞成怒模样的对萧依冷喝 冷喝的时候 其面色全然不像一开始那般的冷若冰霜 给了萧依和孟非非几分具备人气的感觉 不要这么生气 虽然你是兵器 嗯 生气什么的 肯定也是不会老的 但是呢 你毕竟年龄也算是很大很大了 且 又化形的媚直 都说媚直生气多了 会长皱纹的 再结合你年龄很大很大的缘故 这生气长皱纹就更加的是没有什么说的了 萧依笑吟吟的对黑长直媚直开口 让黑长直媚直 面色发黑 一双美眸 死死地注视着萧依 一副恨不得立马冲上去 要萧依几口的样子 如果不是他这回仍旧被阿尔托利亚手中的必胜的黄金之剑给抵在了毕竟 他这样行动的可能性 必然是非常的大 还说对人家没意思呢 这才过了多久 萧依你怎么就现出原形了啊 孟非非娇笑的声音忽然在一旁响起 第618章 誓死如归 菲菲 你这又是误会我了吧 我这仅仅只是和燕妹直 交流了下而已 才不像你心中所想的那般 萧依微笑道 我心中所想的那般 那萧依你说我心中所想的到底是那般啊 孟非非狡黠地扑闪着美眸对萧依说道 接连给我设置陷阱 有意思吗 飞飞 萧依无语地看着孟非非 姨父被打败了的样子 你为什么就不上当 你若是上当了 我这不是正好可以摆脱你这大坏人 大银兽吗 孟非非嘟嘴对萧依说道 姨父很可爱 俏皮的样子 妈 这个你还是不要多想什么了 既然你都被我给看中了 那就注定是属于我的女人 就不要老是想着和我分开的事情 萧依嘿嘿笑道 难不成 我刚刚的烈焰红唇 让飞飞你意犹未尽 还想再继续尝一尝 若是这样的话 我这回就可以让你再次回味一下 嘿 才不想呢 孟非非羞涩地清脆一口 身形猛地向后退了退 一副对萧依戒备的样子 防止萧依扑上去的样子 用不着这么害怕吧 你这样可是很让我的心来着 萧依无语地看着孟非非 不对你戒备点 谁知道会不会被你一下子吃的骨头都不剩 孟非非白的萧依一样道 这么说 其实 飞飞你已经做好了被我吃掉的准备了 哇哈哈哈哈 这可真是太好了呢 你放心 等解决了燕妹纸的事情 我们就立马办证实 萧依对孟非非坏笑 孟非非 眼见着萧依和孟非非 旁若无人的打情骂俏 那面若冰霜 对萧依很是警惕的燕 这会眼神明显有着一些呆滞 眼前这等情况 不是应该先收服了他 才是最为关键 最为重要的事情吗 怎么 眼前这两人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这说着说着 就打情骂俏去了 全然不顾半边人的感受 我说 你们这是在收服一把 有着剑灵的上品盗器来着呢 且这剑灵曾经还达到了一种非常惊人的高度 远超悟到境界层次 这样的存在 你们不好好忽悠 而是自顾自的去打情骂俏去了 你们这是要闹那样了 能不能严肃一点 到底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 在燕的愣神下 萧毅和孟非非打情骂俏了好一会 最终才好似忽然想起 眼前这等情况到底是在做什么 才再次将视线看向了燕 当两人间视线再次看回了燕的身上的时候 燕忽然有了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这太不容易了 有木有 这终于再次被人给重视了 有木有 那个 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当视线再次落回了燕的身上后 只见萧毅忽然挠了挠头 一脸尴尬的对燕说道 一副全然忘记刚刚和燕交谈了什么话题的样子 哐当 扑 燕顿时打了一个浪腔 一口鲜血都差点喷了出去 不带这么不重视的人好不好 真的是太欺负人了 不对 是太欺负简灵了 有木有 看你给本少装冷酷 比拼演技什么的 哥哥我可是行家来着 随着燕的反应 萧毅心中冷笑不已 他和孟非非刚刚的打情骂俏 固然有真正打情骂俏的原因 但在这等原因之下 何尝又不是萧毅故意和孟非非打情骂俏 故意冷落了燕的原因 一开始刚刚见到南建皇手持着燕的时候 萧毅虽然看出了燕的原形是何等层次的兵器 但是当时却也并没能看出燕的来历不一般 直到燕化形成人 向着萧毅击杀过来了后 萧毅才真正的窥破了燕的身份 利用系统的扫描 全然获得了燕的信息 一个从恶神宗没有毁灭的时候 就出现在了恶神宗的剑灵 一个虽然本尊原形仅仅只是上品盗器 但其剑灵的真实实力 曾经却是修炼到了堪比盗皇境界的强大存在 可惜随着时间流失 随着被镇压 最终燕的势力倒退 跌落 远远没能再处于巅峰状态了 要不然啊 这样的剑灵妹子 萧毅这会绝对不会轻易招惹的 同时萧毅这会也比较庆幸 庆幸的是燕是剑灵 而不是什么舞者 要不然 若是舞者的话 哪怕是被镇压 只要对方残存一点残魂 都足以给萧毅和孟非非带来不少的麻烦 毕竟 全胜处于盗皇境界 这等境界所具备的力量也是非常强大了 根本就不是误导境界 乃至盗皇境界可以比拟的 哦 我想起来了 我们刚刚谈到 你的名字叫做燕 且之所以仇恨人类是因为当初被人给算计的缘故 显得无比悲催 无比好笑的事情 在燕无语的时候 萧毅忽然一副恍然大悟 终于想起来了的样子 对燕开口道 闭嘴 你才可笑 你才无比悲催 燕冷声对萧毅说道 其言语很是没有好气 我才不可笑 毕竟 我又没有被人给镇压过 不论怎么说 你的原形都是上品倒气 我说 你能不能别那么脆弱啊 正所谓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你就不能别学这么像吗 作为一个上品倒气 你不论怎么样 也应该对自己有点信心才对 人类并不是每一个都那么坏的 每一个都那么可恶的 你臣服我们 肯定是不会再坑你什么 且 如今这等情况 你想要快速恢复实力 其实也只有臣服我们 才能让你快快速地恢复 所以啊 你不要那么害怕什么 我们有不吃人 萧毅笑吟吟的对燕说道 谁说我怕了 我才不害怕 燕冷声对萧毅说道 脸上明显泛起了不服气的表情 既然不害怕 那你为什么不臣服我们 说到底 你这还是怕了 萧毅道 不要把自己想得太聪明 你这样的激将法对我根本没有什么用 我才不会上你当神吗 我说不会臣服 就绝对不会臣服 想要杀的 还是那句话 尽管来 燕生说道 一副誓死如归的架势 第619章完全掌控 就不能好好考虑一下吗 萧毅皱起眉头说道 根本不可能 燕冷声道 一副真的是完全铁了心的样子 好吧 你这样可真是让人头疼 为什么就不能愉快玩耍呢 非得让我用墙 萧毅健壮 无奈地叹道 随着他如此 燕冷冷看着萧毅 仍旧是不为萧毅的话所动 他根本就不相信 眼前这个该死人类 能够强行让他认主 要知道 就连当初那家伙都没能让他认主 虽然他如今的实力远远不如当初了 且先前好像还初步认主了南建皇 但 南建皇的认主 根本就是忽悠南建皇的 他随时都可以解除掉 那等初步认主 他有着底气 极强的底气 看来你是不相信我能强行让你认主吧 你这是何必呢 萧毅嘴角泛起一抹邪笑 紧跟着右手莫的一挥 随着他的挥动 只见如意金箍棒 忽然从萧毅的泥丸弓奔袭了出来 然后狠狠向着燕 镇压而上 什么 这是 几乎是在如意金箍棒向着燕镇压上去的沙间 燕的瞳孔就猛的一缩 脸上流出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再也不能维持住自信 他的身体这一刻不受控制的颤抖了起来 这是忽然面对了至高无上的存在后本能的颤抖 在他这会的感知当中 如意金箍棒镇压下来 就像是无上帝王镇压下来一般 让他打心底颤抖 尘服 不能有丝毫的反抗 这是同样作为兵器天性上的压制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这是什么兵器 这是什么级别的兵器 怎么会这么强 就算是道尊器都不可能如此厉害 难道 难道这 这 这难道是道神器 燕面色难看 有心抵抗镇压 但以他如今的虚弱状态 确实根本无力反抗 这下 你还有自信吗 现在愿意臣服了不 若是仍旧不愿 哎 那我也就只能继续用墙了 萧毅笑眯眯的看着燕 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燕美好气的看着萧毅 一双美眸当中蕴含着无穷怒火 虽然因为萧毅施展了地煞七十二遍 将自身武道等级什么的都给掩盖着了 让人根本看不出他到底处于什么境界 但这会的燕随着先前和萧毅一战 却也是清楚地知道 眼前此人必然是没有跨入物道境界的 另外 这神幻领域也限制外来者达到了悟道境界后进入 所以这人就更加不可能是悟道境界舞者了 一个连悟道境界都不是人 这会确实让他不得不臣服 这真的是让燕感到很不愉悦 毕竟 当初他巅峰状态的时候 就算是道皇强者 乃至道尊强者都休想让他认主 而现 自己却是被一个不到悟道境界的家伙给收服了 这难道就是人类所谓的龙游潜水遭虾系 虽然心中不愿 但燕对萧毅表态了后 也没有耍什么花招 因为在如意金箍棒的镇压下 就算是他想要刷花招都不行 身形移动 墨地恢复了原形 再次变成了一把漆黑宝剑 飞飞 是你炼化它 还是由我炼化 萧毅剑的燕如此了后 微笑地对一旁的孟飞飞说道 还是由你吧 毕竟 我手中有着一件道王器 这上品道器并不怎么被我看在眼里 哪怕他能化形成人 也都是如此 这一次就便宜你了 这可是建领美少女呢 绝对能让你体验另类的享受的 孟飞飞白了萧毅一眼 然后嘟嘴对萧毅说道 汗 萧毅汗颜了一下 虽然孟飞飞大多数时候表现出来的还是比较端庄 可爱的 但是呢 偶尔所表现出来的这等模样 也还是让人比尴尬 汗颜了一下后 萧毅也没有推迟什么 不论怎么说 眼前这上品道器对萧毅而言都是很不错的 虽然随着艳尘服 萧毅是不会将他给拿去让四密奶炼化了 但是呢 就算是不炼化 由萧毅自己施展 也是能发挥出极强的威力 展现出很强战斗力的 毕竟 这可是上品道器来着 对于连大多数误导境界而言 都不一定拥有一件下品道器的武界情况来说 一件上品道器的价值 必然能算是非常非常高的 更别说 这个上品道器 还有这剑灵 能够化形成人 虽然从燕所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 对方如今只是有着不下于一般悟道境界 一重天的战斗力 但不要忘记了 这燕现在可是处于虚弱状态 只要好好调养是能恢复巅峰的 且 这里乃是神幻领域 如今被设定了特殊的规则 这里根本就不允许武者达到悟道境界 你能展现出悟道境界的实力是一回事 而你的悟道境界达到了悟道境界又是一回事 这两者间 在目前的神幻领域 那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不论是外来者还是本土生物 除非你的实力能超越对神幻领域设定特殊规则的人 否则你就休想突破这个规则 而当初设下这个规则的人 其最少都必然是半步道神层次 更甚至达到道神都不一定 毕竟按照斯米乃所说 恶神宗的恶神 可就是一个半步道神境界的强大存在 萧毅身形移动 来到燕所化的黑色宝剑身边 然后一直点出 顿时就见一滴血液从他手中滴出 向着燕所化的黑色宝剑当中滴入了进去 然后 眨眼间就被燕所化的黑色宝剑给吸收 几乎是在燕所化的黑色宝剑吸收掉这一滴血液的沙间 萧毅就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和燕所化的黑色宝剑 有了一种很强的联系 血脉相连的联系 而随着这样的情况 萧毅将一道神念融入也融入了黑色宝剑 全方位的炼化起来 因为黑色宝剑有着燕这个剑灵 在燕的主动配合下 这种全方位的认主 非常的成功 且进展也非常的快 仅仅只是眨眼间 一切就完成 从此 燕已然变成了萧毅的武器 随着一切认主完毕了后 燕再次化形成人 然后美好气地站在了一边 看着萧毅的眼神 那是非常的不善 第620章储存力量 我说 你既然都认我为主了 怎么还用这样的态度对我 你就不怕我收拾你吗 萧毅微笑地对燕说道 你 你敢 燕面色一变 然后对萧毅冷喝 不过 她的冷喝那是很没底气 呵呵 回答燕的是萧毅的微笑 伴随着萧毅这样的微笑 燕颓然低下了头 真心是很不开心啊 很不开心 当初她就是受不了这等限制 所以才怎么都不愿意 成为那家伙的兵器 不愿意被其炼化 所以最终被镇压在了这恶神宗 如果不是恶神宗发生了变故 且又随着整个神幻领域都出了事 被大能者给制定了特殊规则 自己都还不知道要被镇压多久 才能破风而出 可惜自己就算是破风而出了 本以为从此天高海阔任鸟飞 却不想到头来 却是成为了眼前这家伙的兵器 郁闷实在是让人郁闷 你也不要心情太郁闷什么 毕竟你也看到了 我可是有着如意金箍棒那等极强的武器 比之如意金箍棒 你可算不得什么 萧毅微笑地对焰开口 哼 焰冷哼一声 一副很不服输的样子 不过她这表情只是维持了一下 紧跟着就好奇地看着萧毅 这如意金箍棒到底是什么层次的兵器 你怎么会拥有这等强大的兵器 他怎么会认你为主的 像你这等卑鄙无耻的人类 怎么能让他认主 要不要这么贬低你主人 本哨可是很强的 萧毅摸了一下鼻子道 哼 回答萧毅的试验的再次冷哼 对于此 萧毅也不生气 而是将视线看向了一旁 已经挂掉的南建皇 然后左手一挥 从南建皇的尸体当中 收取了一个储物戒指 获得了这储物戒指后 萧毅随意地将戒指给炼化 然后将一道神念融入进去 探知起来这储物戒指里面 都有着什么样的物品 这一探知 萧毅的脸上就泛起了一抹微笑 很不错的战利品 在南建皇的储物戒指当中 有着许多的极品灵石 且 圣器武器也有着几件 其中 品级最高的圣器 达到了绝品圣器的层次 这绝品圣器可算是一下子 就让萧毅的底牌 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艳索的圆形兵器 萧毅不会让四密乃炼化什么的 但是像这等绝品圣器 一旦遇见了什么不可抵挡的危机 萧毅确实并不会吝啬什么 毕竟 下品盗器 四密乃吸收了后 就能灭杀悟到境界以下的强者 中品圣器 就能灭杀一般的盗器 而像这等绝品盗器 更是不用说了 一旦被四密乃消化 其所能产生的威力 更是能灭杀悟到境界四重天强者 那可是悟到境界四重天 且 四面的攻击还附带神魂攻击什么的 只要你的五道等级没有超过悟到四重天 达到悟到五重天的层次 那么 就算是你能跨级作战 乃是什么妖孽级天才 在四密乃的攻击下都必死无疑 如此一算的话 这等战斗可就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悟到境界四重天的层次了 当然了 一旦那样做了 就得消化一件绝品盗器 这样的手笔 却也绝对能算是超级大手笔了 可不是谁都能够承受住的 就算是消逸 在这之前不也同样是没有相应的物品 让四密乃消化吗 妈 大哥哥 你这一次收获可是很不错来着 你看是不是应该先拿几件圣器给伦家打打牙剂啊 在消逸心情不错的时候 滑稽兔子不偶的嬉笑声 忽然传入消逸的耳中 汉 打牙剂 什么意思 难道是指将圣器拿给你吞噬 消逸一愣 接着疑惑的看着四密乃道 对啊 滑稽兔子不偶 嬉笑的道 你这也未免太浪费了点吧 毕竟 这会可都没有什么敌人 吸收了不是全然浪费了力量 消逸无语的对四密乃道 怎么会是浪费呢 伦家吸收了圣器的力量 又不是一定得立马发挥出去 伦家其实除了可以一下子发挥出去外 同时也能存储能量的 大哥哥 你完全可以先让四密乃将这些圣器给吞噬 然后将攻击给积压在伦家的体内 等大哥哥你什么时候想要试用的时候 一个下令 四密乃就能立马将攻击爆发出去 或是和大哥哥你合体什么 由大哥哥你施展力量 这样的话 以后大哥哥遇见了危险 完全就可以让你的反应力快上很多 不论怎么看 也是对大哥哥你有好处的 滑稽兔子不偶嬉笑道 额还能储存力量 消逸愣了一下 在这之前可是根本没有听四密乃说过 伦家可没有欺骗大哥哥来着呢 伦家说的都是真的 四密乃道 这样啊 那先给你一件圣器尝尝吧 消逸眸光移动 接着拿出一件下品圣器 是以四密乃吸收 啊 只是一件下品圣器啊 滑稽兔子不偶 有些失望的说道 怎么 你不想消化吗 若是这样的话 那就等遇见了敌人什么的再说吧 消逸道 怎么会呢 下品圣器 伦家同样是很喜欢的 滑稽兔子不偶嬉笑的声音再次响起 随着他的话语 顿时就见消逸所拿出来的下品圣器 被四密乃给一下子吸收 在四密乃吸收下品圣器的时候 消逸的视线落在了四密乃的身上 仔细关注着四密乃 结果 消逸完全没有看到四密乃的身上 有什么变化 他的身上连半点波动都没有 如果不是消逸清楚地感知到自己所拿出来的下品圣器 化为流光进入了四密乃的身体 消逸都几乎要认为这是错觉了 看来你确实能够封存力量 消逸感慨地对四密乃说道 妈 这是当然的了 伦家说不会骗大哥哥 当然就肯定不会欺骗大哥哥了 滑稽兔子不偶嬉笑道 怎么样 要不 大哥哥你再给四密乃来几件圣器吧 特别是绝品圣器什么的 嗯 这个大哥哥你完全可以先让四密乃消化了 这是什么 之前作评论啊 应该已经用了 我那来就做了 我可以留我 我的天为 感谢观看